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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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店里刚进了虾 里面呢 管闭上只是肘肉 家里想wig 走 来 走家 走开 鱼也有 鱼也有 好 来 老板娘 来客人了 来来来 坐坐坐啊 今儿我请客 大家吃好喝好 大哥 她要吃点什么 来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们 我们是来该度假村的 点一个糖素礼金 再来个辣子鸡鸡 好好好 来 好好好 现在我要你们滚 好 慢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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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们 来 来 来 你去干什么 打死你们 来 来 来 别跑啊你 别转 别跑啊你 来 来 来 先往养牙场 干什么 这个劳 你去干什么 我这儿不需要这个劳 你去干什么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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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赶紧的 走 别走 别走 给我走 走 别走 你去干什么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不干了 你让他们进去吃吧 野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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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 边角那边地基线 是划好了 但是现在机器 还不敢过去 为什么 还是那个丫头的事 上次他不是 掀了牌子吗 李主任就把他 自行车给没收了 后来啊 他又扬言 谁去挖 就把谁的挖掘机 给烧了 当地人有点怕他 所以没敢碰 这是太过分了 家里就认他胡闹 他是个孤儿 孤儿 那孤儿就没人能管了 怜沈 赵总 我让人汗了个铁牌子 像街上边 要掀呢 肯定是掀不掉的 好 呀 鸭子凌园 他怎么又玩这手啊 我也拿这丫头没辙了 周总 这还能叫杜甲村吗 我这就是见好了 都怕没人来住啊 这野鸭子真该判刑 周总 这事回头我处理 算了吧 还是我来处理 杨顺 这事交给你办了 该赔多少 咱们就赔多少 周总 用不着吧 行了 赶紧找个人陪杨顺过去 小赵 你陪杨顺去找一下野鸭子吧 好 走吧 大姐 小赵啊 小赵啊 青龙野鸭在你家干的 走了 看鱼塘去了 去哪家鱼塘了 好像是 马桂家 马桂家 那咱们走吧 谢谢大姐啊 野鸭子 来 干吗 来买鱼啊 这位是中生公司的 想跟你谈一下赔偿的事 您好 您不记得我 这是您给我做的记号 我关都关了 还赔 不是人家来赔你的 对 我们觉得您挺冤的 打算赔偿您 您看您说个数 怎么又发善心了 你老爱闹 别闹了 这回是一次性赔偿 行吧 行啊 说吧 我被关了 我被关了 你去把李主任关了 把你们荣存地产公司的老板爷给关了 怎么样 你这在胡闹 你这在 谁闹了 谁闹了 谁说我冤呢 你要这么说就没法赔了 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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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都已经这样了 您还是想开点 我就想不开了 而且我还不怕被关 您还是说个数吧 或者您要有什么要求的话 都可以提 陪我一个养鸭场 不可能 不可能就滚 我还不管了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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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您不要 白不要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我野鸭子 我是挨捞 可我也有志气 你们掀了我的养鸭场 还弄死我这么多鸭子 这口气 我一定得出 您出气了啊 我这脑袋不都打破了吗 你活该 谁让你给老板开车的 没法讲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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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要不这样 我给您鞠个躬 我赔您一千块钱 行吗 我也可以给你鞠个躬 你还我一银鸭场 你看这样行吗 赶紧走吧 赵 你什么 你先回去 我再跟这个妹妹好好聊聊 您看这事吧 已经这样了 钱还是您拿着吧 你快别说了 走吧 不是 钱您拿着 别再去了 你打发谁 您得下去洗个澡 好 你走吧 我不去闹了 但是你得告诉你们老板 我会一辈子记恒他的 小妹妹 钱多钱少就是我们个心意 钱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我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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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帮忙 我一会儿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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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一切 这一千块钱就先还六家 饿了没有 一会儿给你煮面吃啊 等明天我把马棍儿的钱还了 就去找一家好的饭馆 到时候你就有油水了 周总 您出差回来了 婷婷 公司打算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管理人员 如果你也想进修的话 我打算让你带心去香港读个MBA 你可以先和你爸爸商量一下 算是公派 不必担心废人 不行 这是公派 又不用咱花钱的 你才工作几天啊 为什么要让你去啊 这是周总的意思 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机会啊 在哪儿学不行 非得去香港啊 行了 这事儿等回家再说吧 爸 听听惆 周总 你怎么了 我爸爸好像不是很赞成 我出去进修 真的是有点意外啊 那对了 这个给刘经理送过去吧 我给刘经理送给刘经理送 您好 请问是房浩吗 对 我是房浩 房浩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听出来了 谢谢你还记得我的师父 好 我想 我想见你 我也想和你谈谈 你好 你好 想不到我们还会见面 是啊 我以为你现在还在美国呢 后来我去了香港 什么时候回来的 有十年了 为什么不早联系一下呢 我走的时候跟你妈 我知道 知道 听听听 怎么会到了你的公司啊 你都知道了 我也是刚知道 这不会是什么巧合吧 我去过你们那儿 我知道听听听听 正在找工作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很奇怪吗 难道我就不应该 关注一下你们的状态 周立秦 有一句话我本来不想说 都是你在逼着我说 我跟你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既然当初你为了出国 做出了选择 你现在回来 就不要来干扰我的生活 你让婷婷去香港是什么意思 炫耀你的成功 还是来可怜我 你觉得你这么做妥吗 你问过我方浩需要吗 方浩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可怜你 我关心的只是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 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孩子的生日明明是四月十八号 你为什么要改成八月二十号 难道生日也要以到你们家的时间为准 你觉得你这么做妥吗 不是 你在说谁的生日啊 我当然是在说婷婷啊 婷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婷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我是她的母亲 方浩 你不要再跟我兜圈子 我想 我们应该把真相告诉婷婷 周立琴 你这是怎么了 婷婷是王平的女儿 什么王平啊 你在说什么 我高中时候的同学你应该见过 王平 方浩 你什么意思啊 你要想骗我 你能不能找一个干净一点的理由啊 我为什么要骗你啊 那你搬出个王平来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 在你和我离婚之前 你就和她发生过关系 王平的丈夫在一次事故当中去世了 我跟王平结婚的时候 婷婷已经是三岁了 婷婷是王平带过来的 当然婷婷不知道这个情况 那我的女儿在哪儿 你的孩子 我们的女儿 在哪儿 你把孩子生下来了 本来是想把孩子拿掉的 可这时候孩子会动了 我就没舍得 我就把娜娜生下来了 娜娜 你难道真的不知道 你妈可是亲手 从我妈的怀里抱走了孩子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去美国不久 我去美国不久 我弟弟就得了肝炎 需要我母亲去照顾 没有办法 他才决定 把孩子交给了你妈妈 我妈一直不肯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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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你妈 提了个苛刻的要求 她不想让我再震动这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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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我妈发毒誓 让她骗我说 这孩子已经夭折了 我妈只能答应 怎么会是这样 方舅 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我隐隐约约 听老家人说过 我妈捡过一个孩子 捡了一个孩子 那后来呢 你妈是不是把这孩子送人了 不知道 我就知道当时我妈 是毁了一次乡下 也就是那一次 她病发去世了 当时我在外地出差 我不了解情况 你就是说 你妈把这孩子 带到了乡下 咱俩都别说了 我得到乡下打听一下 爸 你必须给我找到这个孩子 这是我的孩子 你必须给我找到他 你必须给我找到他 你给我找到他 有种人家 你不要找到他 什么样子 你别想要她 舍着一种 我会想要它 有种轻尾 也有种轻尾 你自己要不要 meets 你就在哪里 你自己的事情 来 大哥 吃面 你慢吃啊 好 小老板 吃饭能要付饭钱 做老板能要付工钱 这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你拖拖拖 这工钱你要拖到哪天才是个头啊 你闲着也是闲着 我包包你吃包你住 你走什么走 在这我拖拖拖 我又没拖你衣裳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二娘要修房子 缺工 缺工 就缺你一个啊 你不就会活个泥吗 找谁不能干 再说你活的泥香是咋的 陈老板 你这人真是 我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欠他一百多块钱 去顶了这个工 我就可以跟我二娘把账给彻底清了 连我这份工钱就不能跟他清账了 这这这都不是理由 那你得把钱给我呀 你说你这个孩子你张嘴闭嘴就是钱呢 啊 讲 讲点奉献精神行不行啊 再说有钱我能不给你吗 我又不是来奉献的 我是来挣钱的 我不是来跟你白干的 我告诉你 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了 到底是没钱还是不想给钱 没没没钱 你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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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 你咋的 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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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喊人了 我喊人了 我救你 我救你 我喊人了啊 你咋的 我喊人了啊 没钱 没钱这是什么 这是黄纸啊 你咋的 我告诉你 两百块钱我也不多要 你咋的 要跟我降 降到底 我一分也不给你 干吗 你咋的 两百滚蛋 我劝你们吧 什么玩意 赵哥 你白使的 给你钱了 你还瞎咧咧 就你这样的 谁敢白使啊 什么玩意儿 他蛋也瞒了你 有人生没人养的玩意儿 喂 方浩 你到了吗 哦 到了 我现在在周家镇 一会儿去小河村 好 有什么消息 及时通知我 好好好 我知道了啊 好好好 老板 结账 来了 五 五 五块钱 味道还行啊 还行 师傅 师傅这是 要 要去哪儿啊 我一会儿去小河村 我 我 我拿磨磨磨磨磨的带你去呗 行啊 多少钱啊 四里地 五 五块钱 野鸦子 想回来 欢迎 不回来也别记 记仇啊 一天五块钱 我还懒得记呢 你那张仗衣 还在我后面儿晾着呢啊 留给你西方穿吧 我来吧 你妈走了那年啊 我妈还见过一面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直都没见着你 你要不说呀 我还真认不出来呢 你这回来是有事啊 给我妈上坟 顺便打听点事 啥事 我听人家说呀 我妈那年回来的时候 抱着个孩子 你知道吗 你是要打听那孩子呀 你知道那孩子的事啊 知道 那时候我还没过门呢 那我妈有没有说 这孩子是从哪儿来的 说是在家门口捡的呀 在家门口捡的 可不 表姨刚抱回来的时候 可火了 整天骂那孩子的妈 不得好死 后来呀 她为这孩子啊 到处找奶吃 这春家里喂两口 那春家里喂两口的 我妈那句话说呀 按我妈的话说呀 就是这孩子 把表姨给折腾死了 那 这孩子现在的情况 你知道吗 你要早几年来问啊 我可不敢跟你说这些 人家养大了 就怕给找回去 不过 现在这家人都走了 就剩下这闺女了 怎么 人家来找了 是 是 是沙口春 葛一堂给抱走了 当时啊 他从乡里开会回来 看见表姨摔在地上 他就把孩子给留下了 开始 他一直让她远房妹子 给喂着 直到她远房妹子去了东北 他才把她给接回来 葛一堂啊 也没儿没女的 还挺疼着闺女的 后来 葛一堂老伴走了 她也病了 幸亏这闺女能招罪 还替她称职了几年 谢花 你知不知道这孩子 叫什么名字 这孩子可以啊 陈天不招家 有人叫她野鸽子 也有人叫她野鸭子 野鸭子 二子 听说你昨儿去了那个 北村那管夫家是不是 对 对 卓妍 卓师傅 北村那活你接了吗 北村那活 家家还没谈好呢 你谈好了带上我呗 让我也捞一把 我最近闲着呢 闲着可惜了我跟你说 你还应该去养鸭子 你靠这个捞一把是不是 少不要吃鸭子 徐宝 你再啰嗦 我拿你封你的嘴 鸭子 有手吗 没有 没有手你拿什么封我嘴啊 徐宝帮你养嘛 不许这 你拿帮你养啊 你拿帮你养啊 对 你拿帮你养 我是想帮人一把 可人家连个脚趾头都不漏 我想点个数啊 都没着福气 是我爷子让他点啊 徐宝 今天 你要是不叔叔我的脚趾 你脚不是个爷们儿 让开 徐宝帮你养啊 徐宝帮你养啊 来啊 来啊 徐宝帮你养啊 徐宝帮你养啊 别让让 别让让 徐宝帮你养啊 快点啊 把你的小孩儿都带走 别吓着他啊 回一边儿去吧 你还动什么 你还动什么 我不了 古奶奶 不敢不敢 不敢了 不敢了 不敢也不行 跟我画石头你 醒醒醒 古奶奶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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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你这个样子 哪个敢娶你啊 快点 快点 这当了主任 发福了 弟妹 别忙活了啊 坐下一块吃吧 你们兄弟多年没见了 喝点酒 多多聊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这多长时间了 家俩还好吧 挺好 挺好 婷婷都大学毕业了 现在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了 已经大学都毕业了 主导 我这次来 有件事得找你帮忙啊 什么事 我有个同事啊 想让我在村里帮她找个保姆 保姆 是咱们村的闺女吗 我倒是相中一个 哪家的闺女 葛玉堂家的 野鸭子 你见过她吗 见过 刚才在镇上见过她 人挺勤快的 又刚刚从一家饭店辞了宫 我看她合适 这闺女不行 还给人当保姆 能把人气死 怎么大家都这么说她呀 她也 整天没脸没皮的狐咧咧 有一段时间还养过鸭子 所以大家都这么叫她 她是葛玉堂捡来的 这个我听姓花说了 我看这闺女年龄也不小了 也没人撮合给她说个婆家呀 谁还敢要她 她经常给人卷麻花 追呀 你丫子你追呀 你丫子你闹啥 不论公公可不论判识 二娘是她先作戒我的 不相信你问问大伙 二娘不能拉下去 你再接花茶 怎么老是叶妈妈打不下了 吓 架不住去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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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再来 不下来 你不许吃 去吧 去吧 架不住去了 架不住去了 二娘 把鞋给我拿过来 吃饭了 吃饭了 来 你们挂饭给我留着 听见没有 你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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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次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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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沙口村村委会通知 来来来 野鸭子 野鸭子 听到广播后 赶紧到冯主任家 冯主任有事找你 冯主任有事找你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野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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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 去吧 快去吧 喂 喂 忘了说了 冯主任说了 一个小时不到 就给野鸭子 断水断电 一个小时不到 就给野鸭子断水断电 冯主任已经把电给掐了 还想断水 真把电掐了呀 可不 还在广播喇叭里腰了一阵呢 这什么都听着呢 半天了 那我去 我得去 这酒给我留着 你们谁和谁没良心啊 好 行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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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有肉 来 二娘 许宝还酱了石头泥 他来香过程啊 好 行 行吧 石头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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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吗 吃着呢 来吧 来吧 过来一块吃 不吃了 我一晚上得干活去呢 我有话要对你说 耳朵竖着呢 怎么不识抬举了你 主任 你凭啥掐我的电 你欠了半年的电费 不掐让你白使啊 别人同意 你为什么把自贪我头上 让谁白使啊 让别人再白使呢 主任 你就把电给我接上 到时候我割了道子我还 你说让我黑灯下火的 你不是陈先生在糟见我吗 别的款你都交了吗 你整天不着家 我就找黑户来处理啊 中央说了不让乱收费 我要是交了 那不是更乱了吗 你说我是黑户 那我就不归你管了是不是 行 我走 好 爷子 孩子 你别走啊 孩子 你先别急着走 冯主任 有事要跟你商量了 啥事啊 过来吧 我发你出去 全都是送个醒 好的 好 谁是 好吗 这边有吗 来 来 来 自己倒 你也真是 能喝酒就不交电费 主任 我成天不在家 也可以不用电 可是你掐电就掐电 别满世界吆喝去 你上喇叭一吆喝 你不是诚心在给我招流氓吗 你说是不是 大哥 他比我还大几岁呢 妈呀 城里人长得还真是年轻呀 我 我应该叫你叫叔 我姓方 以后就叫我方叔叔吧 方叔叔 主任 你刚才说 有啥好事啊 你是不是要让我去 专程几大铺去啊 我可告诉你 你要让我去的话 你这回可得多给点了 多给几个 你这方叔啊 是我远房亲戚 他在咱们村找个保姆 我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你合适 这 这算什么好事啊 我以为是有人来伺候我了呢 这是任务啊 是 是去青岗 什么敢我都不去 你看看人家小哥子 当了一个保姆 回来挺个大肚子 你觉得好看吗 你跟小哥子不一样 你不乐意 谁也敢碰你啊 你别没数了啊 你在城里待一个月 能顶得上 在这儿忙活一年的 要不是你方叔先遇见你 我还真不想栽培你呢 主任 没事 我不用你栽培 我呀 还是给二娘去货泥上 你们慢吃啊 我先走了 你们慢吃 你别走啊 你吓好了 你欠了村里的款 约你之前有父亲 主任 你说你不是在逼我跳井吗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 割了道子 我一定先还村里 你还要我咋样啊 不行 要换届了 我要把账接清 要早换届 我也不是欠那么多账 你说什么 还没谢梦你就想杀驴了 你怎么跟你爹似的 啥都想战驴呢 我能跟我爹比吗 我爹是好干部 招了一辈子之初 什么也没给我留下 不像现在的 有些一般干部 更一当官 就有好房子 坐好车子 还要琢磨着换个新位子 你你你 你这野鸽子 这话也敢在我家说 小二 你是明白人 你知道我爱瞎脸脸 你甭理我 你就去呗 你方叔要带你去 你在这儿还惦记谁呢 方叔 要去多久 先照一年打算 行吗 不行 我要回来收道子 你道子我我我来收 那也不行 我二姑要回来找我 你说我咋能不在 什么二姑 就是我三老爷家的二姑呀 我三老爷不是去东北了吗 就是那个二姑啊 那种二姑多着呢 好歹也算是个亲戚吧 你你你你不想去 别别别别别找谈啊 今年的义工我还没派呢 你要是去呢 你就免了 你要是不去 你就明天就来等我的安排 主任 这 你真是在逼我跳紧是吗 主任 野鸭子 快说去吧 村里的水沟脏着呢 好久都没人清了 去青岗车费要多少钱 去青岗的路费 我来替你付 那 那我还回来收道子呢 要 我替你付 那 你还需要什么条件 孩子 我跟你冯主任是亲戚 到了青岗以后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要这么说 那我就给主任面子 主任 全当我你派我出去做义工了 你咱们什么时候走 要是你方便的话 再越快越好 行吗 主任 可二娘那边你说 我听你说 不就是找个货泥的吗 行了 大哥 就这么定了啊 来来来 大哥 喝酒 喝酒 来 来来来 一块儿坐吧 来来来 哥 好 喝酒 来 好 来来 你把我卖了 你也不跟我碰一下 你哟 今儿事都 来 看了 来 老黄 来 过来 乖乖 中午你跑哪儿去了 是不是去干黑牡丹了 我告诉你 现在外头有可多打狗的了 你别给他们吃了 听到没有 乖 姐 鸭子 三婶 老张你的活又收工了 我不干了 今儿说要带我去青岗 上那儿干啥呀 去干几天保姆 等收稻子的时候就回来 你这个家又不要了 咋不要了 三婶 我还是给你每个月二十块钱 你帮我给老黄弄点吃的 还有 我那菜地啊 以后就要进你屎了 行 进了厂可别忘了 三婶 行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带这位叔叔去看看我的窝 好 来 走啊 走吧 叔 我们家就这么点地方 你随便看看啊 他们怎么都叫你野鸭子 你爹妈就没给你起个大名了 昭弟 昭弟 葛昭弟 我娘没法生孩子 她把我捡来 想再昭个弟弟 所以就给我起了这个小名 就是说 你打小就知道 你是捡来的 我是个野孩子 从小就被人扔了 这么多年 有没有想过去找一下 自己的生父生母 找到又能怎么样 我让他俩坐牢去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那我该咋想 谢谢他 我也要咋想 很感恩 没事 一点 多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